粉丝提问,如果在圈外是先扣信号值,再扣血量会如何? 这个设定可以说相当不错啊,把曾经的扣血和现在的扣信号值相结合。 那么这样做会有什么改变呢? 一,玩家更不容易挂了,不管是之前的扣血还是现在的扣信号值, 在圈外待的时间都不能太长,因为药品就只有固定的那么多。 可现在是能量值扣完就扣血,玩家可以在毒里面扛更长的时间, 就算被扣得快没血了,也可以用急救包医疗箱回血,存活能力大大提高。 二,中前期可以进行搜物丝,现在既然不容易被毒死了, 那我们在中前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扛毒搜物丝了。 反正前期掉信号值和血都很少,很轻易就能补充满,大家的装备都会很好。 三,能量药品更有用了,如果真的这么改,能量药品的作用就更大了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能量药品能恢复信号值,还能让人缓慢回血, 就相当于既加信号值又加血,恢复效果是双倍的,扛毒会更厉害。 四,圈内的人容易被脱屁股,这样改的话在圈边要非常小心了, 即使圈刷了,过了几分钟也要小心,因为圈外还可能会进来人, 毕竟能扛更长时间的毒了,玩家在圈外的几率会更高。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?欢迎关注三连哦! 我们下期见!